现在很多家庭在买房装修的时候既会考虑到风水问题 也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装修 家里的财运如何是很多人都关心的 毕竟没有人会希望自己财运差 如果财运差的话就会尽量弥补 那家里怎样布置是家里财运最旺呢? 下面大佬带大家看看吧 一、首先买房或租房要选好位置 选位置最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房地必须干净 否则有不祥制造 地基不宜层是坟地、屠宰场或是垃圾掩埋场等 这些场地会招致细菌滋生,影响居住者健康 不能发生过凶杀或者字役等祸事 避免日后产生不良影响 如果不注重这些的话 可能你住进去之后就会发生一些怪事 到时候再请师傅来化解,那就麻烦了 二、客厅风水该怎样布局 客厅不仅是待客的地方 也是家人聚会、聊天的场所 应是热闹和气的场所 首先,客厅是家人共用的场所 已设在房屋中央的位置 客厅的光线一定要充足 最好选择圆形的灯饰 做到听明事案最理想 客厅内最好摆放一些鱼缸和针的大叶绿植 这样使室内更负生机 养鱼时最好选择色彩缤纷的单数 我们都知道家庭中的固定彩位是在进门对角线的位置 此处可以选择摆放繁茂的叶片大而圆的绿色植物 以起到生发的作用 提升家人的财运 三、卧室风水需要怎样布局 卧室是家人睡眠、休息、移养精神的场所 首先要注意卧室不宜过大 最好掌握在15平米左右 最好不要超过20平方 卧室以形状方正 如果是狭长的卧室 可以用矮柜把房间隔开 一边做卧室 另一边可做衣帽间或者书房 床头必须靠墙 不可靠窗 床头不宜摆放在横梁之下 否则亦导致关节及骨科的疾病 卧室内不宜摆放镜子 如果非摆不可 记住一点 就是你在床上的任何地方都照不到镜子 这样最好 卧室内最好不要设定卫生间 卫生间五行属水 引起较重 容易引起腰肾不适 四、厨房风水需要怎样布局 厨房代表一家人的财运、食路及健康状况 厨房最适宜的方位是家里的东方和东南方向 厨房中刀具最好收入抽屉中 不要挂在墙上或插在刀架中 厨房中的炉灶应安置在与家宅的朝向、垂直或平行的方向 不宜有倾斜的情况 厨房中的炉灶不要冲向大门 开门建造 钱财多号 厨房的合理空间布局 应是顺着食物的储存和准备、清洗、烹调 这一操作过程进行安排 即炉灶、冰箱和水池组成一个三角形 五、餐厅风水需要怎样布局 首先 餐厅和其他房间一样 格局要方正 应位于厨房与客厅之间 在餐厅中最重要的家具当然是餐桌 餐桌以选用食物质地为好 以选用圆形或椭圆形 圆形餐桌形如满月 象征一家老少团圆亲密无间 而且可以聚拢人气 如使用方形餐桌 则应避免坐在桌角 以免被煞气冲到 六、卫生间风水浸积及化解 首先 卫生间的位置不宜设在住宅的中间 住宅的中心如同人的心脏至关重要 心脏部位藏屋纳垢 则不能称为集宅 其次 卫生间的方位不宜设在家中的北方 东北方 东北方位在风水上被称为后鬼门 若设定厕所将招致不良后果 而北方属水水性大增 这样会引起意外之灾 还容易引起血液 精神系统方面的疾病 最好将厕所设定在西南方向 可以提升家中女主人的持家能力 如果你家的卫生间正好处在以上的几种胸位 无法改变 可以在卫生间内挂一堆经过开光的植物葫芦 进行收集晦气来化解 或者可以放一个黄水晶球 马桶的方向不宜和住宅的朝向一致 即人坐在马桶上 脸面向住宅大门的朝向 最好的化解办法是装修改变马桶位置和朝向 卫生间最好能有一扇向外通风的窗子时常开启 如果没有窗户 那要经常开启风扇换气 这样才能保证一家人的健康 以上都是整理的一些家居风水中 比较简单异形的风水布局方法 希望能给将要买房、租房或者装修的您提供一些帮助 如果您已经布局好 但发现存在一些不利的风水 这种情况 大佬建议您可以借助一些风水吉祥物化解改善 那常用的风水吉祥物有哪些呢 大佬接下来给大家列举几个 1.泰山石 房子如果缺角对家宅影响很大 缺西北、东北不利男人事业身体子孙 缺东南、西南不利女主人 如果居家格局有缺角 可以用五月之手吸收亿万年精华之醇 泰山石填石化煞 同时还能够排除干扰、去除杂念、调节室内气场能量 使居住者更加专心致志、奋发向上 对成功能起到重大作用 泰山石如何正确摆放呢? 对着缺角的地方,摆放在距离缺角最近处 接地而放,不要放在架子上 第一次摆放时间在早上7到9点之间 摆放之前用干净的毛巾擦拭一遍 摆放时,红字朝着墙角 摆放后不要轻易移动 如放在厕所被水淋也并无大碍 二、陶木镜 陶木被称为神木 自古以来就有避宅邪之说 我国最早的春联都是用陶木板做的 又称陶符 陶木木枝细腻、木纹漂亮 木体清香、清食不朽 具有祝福平安、吉祥如意的含义 摆放陶木制作的吉祥物 可以化解格局中的煞气 平安平陶木镜 卧室、厨房、处于蓝阁 也就是凶星用 瘦头陶木镜 厕所处于红阁即兴用 龙凤陶木镜 夫妻感情不和睦 主卧室用 桃花展 主卧室位于文曲星 并且家庭已有外遇现象发生必用 中国节陶木镜 大门正对别人大门、楼梯等用 富贵鱼陶木镜 客厅太大 很少有人气 很少有人在客厅挂客厅用 大前臂陶木镜 客厅聚采用 小双龙陶木镜 小公司聚采用 大双龙陶木镜 大公司聚采用 三、八卦镜 风水师认为 镜子的画纱功能 实属一等一 走在大街小巷中 很容易可以发现 悬挂在屋檐墙壁上的八卦镜 在选择八卦镜时 以用途选择 突进镇宅画纱 熬进西财纳福 太极八卦镜 可扭转乾坤 调节风水 由于长期悬挂 尽可能选择纯铜材质 纯铜材质本身 即画纱材质 便于永久使用 四、五地钱 五地钱是由 顺、康、雍、干 加五个清朝最兴盛的 皇帝钱币组成 铜钱外缘内方 外缘代表天 内方代表地 中间的皇帝年号代表人 得天地人三财之气 立财运 化解煞气 镇宅辟邪 铜钱姓刚 五行属金 铜制吸收气场的力量 比金银都好 具有极强的 化解煞气的作用 在客厅、办公室等地方 安置吊挂一串五地钱 可以旺宅气、旺财气 屈吉且避凶 还可以化解开口煞 五、有寓意的书画或摆件 在家中悬挂代表 福、禄、寿、喜、财 这些代表 吉祥寓意的书画或摆件 不仅为房间带来文雅之气 还会招揽吉祥福瑞 为家人带来幸福和健康 除了招揽吉祥如意的书画摆件 也有一些可以驱邪必煞 以神兽、猛兽为主题的书画和摆件 摆件的材质种类很多 有玉器、金属、红木等 造型美观如工艺品 还可以保护家宅 摆放时注意猛兽的嘴咬向屋外 反之则招来煞气 大佬最后温馨提示大家 吉祥物的摆放是为了提升家庭的运势 摆放在哪里 如何摆放也有很多的学问讲究 因此一定要到正规的情宝之处选购 最好有大师的开光和服用 以及专业的大师的考量和指点 切莫为此贪图便宜 如果吉祥物摆放后效果不佳 或反而不利宅运 岂不是得不偿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